各位好 来到上11点15分 今早上港股好有大户的大反击 这个情况在 期科期权到期日 或者 场外股票期权到期日 是不常见的 都是叫做 跌势存定 今个市 看看先 现在最新的五个指数 恒生指数 国企指数 自己茂茂的升幅 3%就是3.5% 红袖指数 第1% 科技指数 7% 第1% 中红袖指数 3.44% 全部都变得好 行业类别之中 仕得 能源业指数 微跌 0.121% 升降股票数目 比较 升多个跌 正路 看清楚 全部都是 五大指数 都是升多个跌 表现暂时 叫做 理想 恒生指数 期货 当然 今天我们在7月份 期货期权到期 我们看焦点月份 你看8月份 所以我们看下月 看到 这张小时图 一开始就升了 在保利加通道中族上 最重要的 保利加通道中族 能够很快地转为上移 就好了 令到 价位的下跌空间被缩窄 上网目标 当然是看下跌空间的保利加通道 顶部阻力 不过这个顶部 仍在下跌空间 再升的空间 每个小时被缩窄 指标全面美好 恒生指数期货 我们看8月份 国企指数期货 下跌空间 没错 小时图 情况 都没什么特别 都是一样的 OK 暂时 这个即时反弹 一浪高一浪 最后指示位 不用问 一定是放在 前升浪顶 暂时再次 向上上升 你头的上方 去保障 记得利用 这样才继续 量上去 量上去 量上什么 0.382 0.5 甚至0.6 100 这样的 目标 科技指数期货 8月份 情况 一样 是这样 OK 那就没需要多 再说 即时形势 显著向好的 先看现货主板市场 现货主板市场 非散户主动买股比率 咦 一般的 52.48 是略高的平均 5.1.49 资金准主动买入 也一般 只有47亿 略低平均 51亿 占成九金买比率 不够500% 只有3.7% 这个是表示 升了上去之后 跟进的买盘 就不算很积极 行业类别 33个 资金准主动买入 最多的 头三位 就是6.4亿 7.5亿 不等 汽车业 医疗保健业 半导体业 这三个 主要 跟着 银行业 地产业 他们的主动买股比率 特出 特出 半导体业 64比36 表示大户买家 入市态度 积极 这些行业 类别 所属股票的 平均升跌幅 平均升跌幅 表现最好的 医疗保健业 软件服务业 为什么这里 有点错了 这么多字体 转发 软件服务业 怎么会这样 有点奇怪 都不明白 等一下问问同事 发生什么事 医疗保健有两个 软件服务业 电器 半导体 半导体 升幅 都有2.8% 以上的 半导体业 表现好点 64比36 主动买股比率 好了 先收到这个 跟着 我们看 托价的 现在主要是 托价的主要是 第五大券商 托价 压着腾讯 托价的腾讯 摩根 斯丹利 和美丽 托价的腾讯 压价都是腾讯 另外三根头 5位 Credit Suisse JP Morgan 和中国投资信息 压着腾讯 是这样 关键时刻 好大户斗派 找些重型的 指出成分股 来对峙 接着我们看 美市期货 美市期货 现在最新 我先看看 要更新的数字 和大家说 现在最新美市期货 正在开 另一个屏幕 正在开 好了 同一时间 不想开 那么多 这个是 4388.50 看清楚 4388.50 好 人手 美市期货 跌着 0.159% 但是我们的 港股 全部五大指数 都是偏高 偏高 偏高 科技指数 偏高 7.9% 日经 上海 深圳 都是偏高 以深圳的偏高 幅度最大 EAS 是 估计结算价 估计结算价 在早前 11.2个字 恒生指数 25983 还在升 国企指数 9309 也是在升 科技指数 6818 也是在升 三个指数 都高 这个加权平均价 很明显 高得 所以 我们看半日市 甚至是 今天全日市 形势 都是整体 仍是向好的 不用太担心 好友 只要把指责 一直退 可以了 我说的即时也很有 恒生指数最低是25857 25857 当然没有到合理值 25857 很漂亮 25857 连第一个即时 还要阻力位 都没穿 低位高过 最高是2621 连第三个即时 最重要的 阻力位 都是 高过 又是很少见的情况 不过现在 就进入了 可以说 小型的大时代 小型大时代 就是 由于这个波幅 升到上去 恒生指数 是27 早前 早前是11 12 现在27 两倍三倍 个别股票更加高 所以炒个别股票 要小心 形势继续看好 暂时是 26176 26176 26176 在第三个即时 重要思潮 在附近 即是说 今天说的 过几年 远远抛离了 美资期货 美资期货 对它的影响 不大 所以今天 用这个分析法 去推算这些 可靠程度 要打折扣 因为它 远远抛离了 很简单 我们就 看着这个位置 看R3附近上落 最后的 指线位 指赚位 即使来计 就放在 R2 当然 逐步退上 这个不用说了 接着讲 今天要重点分析的股票 今天重点分析的股票 最后呢 是 在这个的 越民集团772 越民集团772 现在报名74.6 最高位75元 见过 急跌回到73 不是 最高是76.9 对不对 开市75元 开市75元 充上76.9 最低跌回到72.73 现在74.6 表现都是 高开之后 落回回回到 也是好 升近 接近30% 这个 历史波幅是39 不算很高 相比恒生指数 27 不算特别高 而这个 资金流行 暂时的 非省会主动买股 比率64 比36 是配合升势的 高于平均60 比40 过去几天都好 今天就更加好 金额 资金淨储动买 入到2400 多万 远低过过去 交易平均的 一亿二千万 暂时是74.4 74.4 支持位 买家想从74元 推上74.3 看能不能成功 即使所力位 暂时 第一个是75 蓬勺 资金资金 资金白平均 资金资金资金 资金资金资金 资金正被动买入credit suisse,托着74.95 而压价多了,三百多万 下面多了三百多万,有四间 JP Morgan是1.6700万 资金正被动买出 Morgan Stanley也多了六百多万 中国投资信息,UBS也不少 最少的中国投资信息也有五百多万 他们压价是74.67 接下来看看刚才的图 我们来看看 月文集团一线图 保利加通道底部上面 暂时站得稳 升上多少呢? 最漂亮的是 现在是74.5 在这个位置 低位是74.9 低位 74.9 现在只有74.5 即是74.3 低于74.9 应该要站在74.9 上面 才是正式站稳的 跌幅 接下来 跌幅近年0.320 0.5 0.8 初步看 阻力位 应该是高位 80.07 指标 暂时 RSI 都刚刚回到5 平均线上 收视 作准 ST7%K 还未升 跌幅近年0.7% 4 1 短线 短线 接下来 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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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势 看 SR 出了极点低位 暂时在69.2 点低位 不详细 讲过很多次 内容中说就算了 不明显 看过去的投资金分析 很多时候都会说 代表什么呢 很多时候都会说 想出个随头 今礼拜 想出个随头利好转向灵态 保理加通道淡 其他指标淡 都是一个 5个都淡 中期 中期 不要碰 5个都淡 反弹的短线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由这个86.5 跌到来 我看86.5 跌到来 最低跌过 半跌下来 最低跌过 69.2 69.2 反弹的是0.382 75.8 09 0.5倍是77.8 差异的 短线 相当于1 收钱 玩一个第二个 并看精細 便会来 可以更好的 这个比较好 那是79.8 19.8 啊 不是 是的 75.8 09 现在是74.3 看看日线图 日线图 今天最高 最高是 76.9,即是第一个位置已经到了 最后我们看看月线图 月线图形势 月线图形势是1-2个好,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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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好,认识是偏好,不是向好 在高位出现了蛇極征师升,在高位反复横行进行整固 最重要的是,这条曾经弹过上去多高? 是94.8个好,那月的收市位是86.3.5个好,但如何? 这条蛇極师升的位置是95.75个好,要见到高过95.75个好,全月收市位 才确认蛇極师升的形态被破坏,长线的 后市可以继续看好 好了,这一段的投资影音分析 就说完了,提提大家明天 星期五,12点钟,又有新一期的投票站 到时,记得大家支持 叫多点亲友,入我youtube频道 在里面的社群里面投票 看看下个星期,你想我分析 重点分析哪一只股票 一般来说,每一个交易日都会分析一只重点股票 例如有些情况,如果是大波动 例如昨天,我抽了一些时间分析 恒生指数期货的最新形势,没有说股票 因为大家喜欢,所以我通常会在第一段 例如今早就讲一讲,不是重点分析 而是简单分析三只焦点股票 希望大家喜欢 好了